中大研發的這款薄膜太陽能電池 厚度只是十分一條頭髮 名符其實夠曬薄 而且發電效能比一般太陽能電池板高 手掌這麼大的電池陽光下曬三小時 已經可以為手機充電 中大說如果在全港流雨天台鋪設這種電池發電 估計可以提供全港四成電力 每年減少排放1500公噸二氧化碳 雖然下雨會影響供電 同樣定期清理灰塵 但同傳統太陽能電池板相比 薄摸電池成本便宜一半 用每一台發電的話 我們送到家裡大概是一個港幣一度電 但是如果用硅做的話 現在做得好的也可能要三個港幣一度電 所以用我們的技術可能能做到1.5個港幣一度電 一般的太陽能板都是會用玻璃去托底 現在換上這塊薄0.1毫米的鈦金屬去墊底 比起玻璃薄20倍 更加方便在凹凸的地方去安裝 電池板還加入了銅因加西四種元素 穩定電力供應 他們預計薄摸太陽能電池 年半之後可以推出市面 一塊10厘米乘10厘米的電池板 成本只需要10元 估計可以賣2、30元 不過中大表示 有關電池相比起燃煤 成本仍貴3至4倍 如果要在香港廣泛使用 就要找投資者和政府政策配合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沛儀報導 謝謝大家